怎麼樣看待民眾黨這樣子的行為 民眾黨這個事情 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 那他中間 他一直在走所謂的偷吃部 什麼叫偷吃部 你看他正途他都不好好走 他都去弄一些稀奇古怪 有的沒有的 然後要不然跟 比如說選爸爸這件事情也是 你要提高門檻 你就去弄一個說我要貼身份證 我們做過連署 我做過總統選舉做過兩次了 你知道貼身份證那件事情 會對連署這件事情造成多大的障礙 我們為了這個事情 還要特別去跟眾議員會協調 要刻一個章 上面要蓋著上面說 這個東西只做連署使用 一大堆很麻煩的事情 那個根本從制度設計 他就是要搞你 那國民黨反而真小人 我就是要提高罷免門檻 那還真小人 可是民眾黨這個玩法 他就是偽君子 我沒有要提高罷免門檻 然後我就要 但是我要增加罷免難度 他還不說增加罷免難度 他說我要讓他更嚴謹一點 什麼叫嚴謹一點 當初那個選罷法上面規定 對於連署制度規範 他就叫做不連署成功 懂得知道 他就阻止你連署成功的規範 就是G3你在沙灘上 對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惡劣的玩法 那麥玉珍這個事情 那也是一樣 其實他這個中間 牽涉到很大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中配為什麼要單獨規定 第一個有國安疑慮 第二個更重要 還有法律上的適用度的問題 比如說中配 我們現在是憲法中規定是 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所以形勢上面 我們要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必須要特別的 法源不同 然後大家都一樣的話 你兩國論 對 你麥玉珍你跟大家講清楚 你是不是要兩國論 好 那麽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多法律的什麼東西 都沒有搞清楚 而且人家的外配要入籍台灣的時候 其實還有很多的限制 還要考試 對 還要考試 還要放棄原國籍 對 還要放棄原國籍 你沒有 你說中配沒有原國籍可以放棄 那你要什麽東西都跟外配一樣的時候 請問你要不要跟 養國論 對 要不要跟人家一起等同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事情不要這樣子講 這樣子亂扯 所有的法律 它都通過了 它都會歪七扭八的 沒錯 所以民眾黨其實在立法院的 諸多表現一件一件 被大家檢視之後發現 哇 這個黨真的是 有點偽君子的嫌疑 我們要來看一下 國昌師行走的六法全書 交作業了 結果交作業先把大法官罵一頓 他交完作業先跟各位說 我昨天那個文章前前後後看了六次 我還是看不懂反質詢在哪邊 是不是 而且黃國昌很厲害 黃國昌現在他大戰大法官游柏祥 然後游柏祥反而就說 你不交作業給你三天的一個時間 他整整拖了三天 也整整拖了三天 寫了十三頁洋洋灑灑 然後先跟各位說十三頁洋洋灑灑 第一個看不懂也就算了 前兩頁先罵大法官 他先把大法官先海罵一頓 然後看完之後 他還是沒有回答反質詢的一個定義 然後重點是說 後面他還放錄影帶 先跟各位說他還來放錄影帶 所以我們現在看黃國昌 黃國昌就在昨天 他就把整個洋洋灑灑的 整個文章全部都寫出來了 因為游柏祥大法官說 你貼在臉書上面也可以 但我們說居然有這麼天的 整個所謂的回答 後面黃國昌說 不過我想相對於文字 建議大家可以看看 留言中的一個影片 應該能夠對於反質詢 有更清楚快速的一個理解 這裡面又牽扯到了 所謂的一個林淑芬 然後雙方現在就整個鬥來鬥去 但重點是我們還不知道 怎麼叫反質詢 他叫大法官去看看影片 他還傳連結 他真的就是完全是 所謂的卡提諾話了 好 現在來了 郊作業開直播直接罵大法官 他就說 大法官的發問時間過早 可以看得出來一些問題 具有立場的預設性 說這句話 我要告訴各位 這台人真的是完翁 現在跟各位談 這部整個 偶心力學的一個作品是誰呢 是由所謂的康乃爾的黃國昌 加上慕尼黑大學的翁曉玲 兩大劇作 兩個人辛辛苦苦寫出來 先說這個法律是 你們兩個人寫的 然後兩個人寫完之後 翁曉玲還會說 好辛苦喔 我那天兩天只睡三個小時 這你嚇的 今天是大法官 跟整個政府的憲法機關 他們派出人說 你訂的這條法律 會讓我有違憲的疑慮 我要知道你們的定義 違憲跟整個所謂的條約在哪邊 結果現在講了半天 還是沒有出來 因為我昨天看完 我還是看不懂 然後後面黃國昌就說了 問我問題的 到底是中立的大法官 還是對方找來的訴訟代理人 直接嗆 他現在直接說了 他直接把大法官抹綠了 對 直接就說你們幾個人打我一個 然後大法官提棍的 反質詢的一個答案 我早就寫在第一份的答辯狀當中了 而且有上傳到所謂的憲法法庭 但現在重點是 大法官看不懂啊 我們也看不懂啊 然後全國最厲害的 憲法法庭當中心跟各位說 那個不是一般的法律人可以上去的 你沒有在台灣做頂尖的 你沒有在業界20年以上的 你沒有說訴訟是全國排前機名的 是進不去的 現在重點是 你如何度悠悠之眾口 因為大家看不懂 大家看不懂 那現在好了 昨天整整13頁 我再怎麼說我也闖蕩江湖 快30年了 我們那種什麼奇奇怪怪的報告 什麼報告我們都看過 我昨天看完之後 我也還是看不懂 好我們來看喔 政治工作者他叫周軒 他就說 黃國昌的補充答辯書 開頭先兩列數落大法官 然後列出早很久的立法院議事錄當中 民進黨立委說過官員 怎麼可以反質詢的紀錄 全文看完之後 這位周軒可能跟我一樣了 也是完全看不懂 我還是不知道 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啊 還是不曉得啊 所以呢 黃國昌偶心立雪 經過五天中間週休二日 寫了整整13頁 罵大法官那邊我們看得懂 那其他地方呢 大家還是看不懂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但重點是他說你反質詢 就跟你就是反質詢 那跟共產黨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他明明是一個法學的巨擘 行軸的六法全書 你照理應該要用法律的解釋 來回答老師的提問 大法官的提問 結果他這個答辯狀都在用政治 他捨法律用政治 這個像是一個法學巨擘做的事情嗎 把大法官給抹律 這個受不了 他的行為本身就是反質詢啊 對啦他反大法官的質詢啦 所以黃國昌他親身示範什麼樣子 叫做對尤柏祥大法官的反質詢 好另外一部分是看到這個民眾黨 因為黃國昌是民眾黨的靈魂嘛 來來來 麥玉珍這個小偷 我們這一屆的立委 跟過去的立委 不知道該怎麼講 反正這屆的立委 就是事情就特別特別多 先來談談所謂的麥玉珍 麥玉珍他現在正常來說的話 他應該是要幫越南人來做說話 可是現在很奇怪 現在是不用抹就很紅 所以民眾黨會不會用新住民來包裝 替所謂的中國來開後門 我們先來看看蘇巧惠的整個臉書 蘇巧惠直接就說了 你們藍白都偷渡 為什麼偷渡呢 你們就間接的縮短了 中配的入籍年限 這當中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是台灣民眾黨 他們的一個提案版本 台灣的民眾黨提案版本 他就說我的這條提案是縮短 中國籍人士取得身份證年限是無關的 他是說是說無關的 但重點是在於 我們來看國民黨的提案版本 同一條條文的一個提案 國民黨的立法說明中 取得身份證不應不同 所以簡單的說 現在就是把中配 跟其他國家的配偶 直接夾在一起 混在一起 那混在一起先跟各位說 這個不就是所謂的木馬圖成記嗎 非常簡單 過去是要分開辦理的 現在兩個把他湊在一起了 然後想不到這個時候 小平哥那天去上吉他台的政論節目 小平哥他一向個性也比較直 他就說 那個麥玉貞的紅大家是認證的 所以小平哥他就說什麼呢 台北市議員中小平就說 麥玉貞跟越南一點都不熟 但是他跟老共的統促黨 相對來說是比較熟的 民眾黨說要尊重所謂的一個東南亞 那正常來說的話 東南亞的權益應該要優於所謂的中配嘛 但是為什麼 因為麥玉貞跟紅的走太近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版本合在一起之後 現在就是一般東南亞的配偶 跟整個中配的配偶 雙方要整個所謂的兩條合規合在一起 那這樣的話簡單的說年限他就縮短了 再來看另外一件事情 民眾黨的新住民委員會當中的幹部 居然爆出了所謂的紅桶的色彩 是新住民委員會 那這個副主任委員這個叫張傑 他就是中配法條提出人 國民黨立委邱振鈞的秘書 我們來看 所以他的法案超邱振鈞的法案 沒錯 麥玉貞的法案就超邱振鈞的 這個是邱振鈞的整個名片 因為邱振鈞他真的也忙 他第一個本身是大老闆 有很多江湖事態要處理 所以下面請各位看 那是張傑的名片 秘書他就張傑 好 那我們來看 整個顧問團當中還有一個叫陳敏生的 所以我們來看民眾黨的整個所謂的新住民 陳敏生是統促黨絕名黨部 對對對 這個是其實在江湖上非常出名的人 這個是在江湖上非常出名的人 所以他們就說新住民 大家打電話 把整個六年改成四年 陳敏生 這個一項都是他們的提議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黃國昌 黃國昌其實在整個所謂的整個質詢 我們也都看不懂 但現在比較麻煩是在邁運生這一塊 現在民眾黨每次出來就是嘴巴講的 跟實際做的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到底民眾黨 他還是聽著國民黨的話 感謝敏快的解說 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的顧問團成員叫陳敏生 他從2012年就開始推說 哇這個中備的身份證取得年限要趕快縮短成四年 一路下來這樣子 然後現在變成了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的顧問 哇 所以呢這個民眾黨在立法院還開記者會說 哼 你們都抹紅 我們還很生氣 我們要退出朝野協商 你自己的所作所為還需要別人抹紅你嗎 自己本身又紅通通 而且還偷我們的紅火龍果 紅色的 氣死我了